我叻,Sancho! 我叻,Sancho! 你还会知道吗? 所以没解释为什么他们能找到选拔 解不解释都无所谓 人家就是有这个功的 确实 阿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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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先出来了 阿咪来了 帽子先出来了 我是阿咪 一个路过的铁路维修员 一个路过的铁路维修员 不是,我之前看到情报说他是首逢的 我是觉得有点离谱 结果真是首逢的,我觉得更加离谱 对哦 我人家才冒烟 意外的罗 啊 啊,响起来 哦 我是修彩虹路线的 我有疫情同伴,演员一个比一个火 现在请不回来了 没有 还有权 还打吧 还打 群死了 别人在吵架 他跟着吹琴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他是模仿迪斯雷斯吗? 应该是 他不加那个肥女叫什么 哇给哟 哦 哦,他原本是想弄列车 结果弄的轨道 是吧 哦 一看就是恐怖的机制官 哦 我们上来先搞自己人 还在缝衣服 哇套 哇 被缺了 硬的残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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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举了一个鸭鲁卡 哈哈 让一下也算 哈哈 男帮我操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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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果然是强力的知识怪的 但是改识人啊 好快个变 不想切 是啊 对呀,输掉就好了 遗图爱的是个人生哲理大师 我不懂说台人跟其天行 十岁人就懂那么多的人生大到底 哈哈 哈哈哈哈 有眼淚哦 应该是学法流的 就是仙者的眼睛下面有水 我感觉是眼泪 碳水吧 碳水眼泪都有反应 没毛这么淡的吗 没毛这么淡的吗 哼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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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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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六 哈哈 还是先躲 躲得快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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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哦 我也来了 南风 哦 有点帅 有点帅 爆炸 马三号塔说我谢谢你 哈哈哈哈 今天都塌了呀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只要不断前进到路 就会不断演声 哦 这就是歌词来的这句 OP的歌詞是吧 哇啊喔 還在這樣啊 這麼帥 還真能扶啊 喔中全全 Imagination 勾給我 基本 啊 我以為電王來了 孩子們我回歸了 了 穿台了穿台了 猜猜 可以喔 可以啊 哇 車長 那個舌頭娃娃 可愛 我剛剛看到吉他倒下之後還遮了一下那個裙子 哈哈哈 - 哇靠,OP。- 直接開始放OP了。- 直接放OP了。- 特技者OP很好聽的。- 所以阿民不變身嗎?- 你為什麼只是在看著玄斑?- 你有樓天呢。- いいチームだな。- 死に場所。- か。 - 仲間がいるんだ。- お前にもいつかわかる。- どういう意味だ。- 所以他真不變身過去探個讚嗎?- 交給後背就好了呀。- 喔,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連動作的很,就連動作的。- 對對對對,看。- 終點令!- またのゴリオ、お待ちと! - 歡迎當阿TF- しんくぅ。- 挽綺兩章。- 霜雨。- 長時間12000除 engine People have run an OIEV 裡面 vorbe a Swedish LATO 店。- 飯店。 phenomenal order!- 整理加速 blockchain。- scaled your face.- 斜伊ый大神。- 雲車。- 合理封號合理封號合理封號。- 炫綾你來一點好玩的。- 什麼好的。- 特級王。- 特級王。- 吉吉。- 吉吉吉吉吉。- 特級王。- 秋吉。- 李鉾i大神。- tangible天呀。- 特級王。ente。- 棒。- 天來點好玩的。- 偷藝我集 З位字的樣子和確定的是。- 加入 這就是Ju的畫面才是新造的 看這個畫質有點像Ju的 CALSTAR 現在是先抖來開 他不會開啊 不會開電車 只會開SET 合理合理 發癲了 要幹嘛啊 歇羅斯 聰明啊 萊斗自己開還是好嗎 我換我自己萊斗開 Imagination 混沌的想像力 突破 哇 想像力 突破 對 這幹嘛 哈哈哈哈 说说你 TOKIANA的 好 好好好 要去解球变身了 我操他把特级王送给他了是吧 真把特级王送给他了吧 对哦 我刚刚说没看到自尊存 这就看到了吧 能理解 因为自尊存比较难请 没档期啊 定制冠军来了 定制冠军对付 定制冠军 哎 哦 要把老马送走了 老马变成光了 能看到这的 相信你都不是显现的特色受众了 说是我要说给你的点赞支持 这是我 坚持继续的动力 爱你们 我今天可以下集的预告吧好吧 马德雷克斯被迪斯雷斯夺走了自己的方向盘 全方也沉沦于对迪斯雷斯的复仇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他们难道只能继续在迪斯雷斯的掌心舞动吗 但是大爷一如往常的微笑着 他相信自己的伙伴们 终于一天会重新握住方向盘 一度失散分离的笨笨者 当所有人的心再次团结在一起 超越极限之时 无论什么困难都无法让他们让步了 我先把联动的部分给聊完吧 由于特辑者的人部设定比较特殊 所以在这次出场安排上 导演尤其关注角色的年龄感和设定上的合理性 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 导演也与演员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最终完成了演出 或许这次的事件也可能与某人的想象力有关吧 某人是谁啊? 你那是赖斗吧? 亚克 可以 是优马的想象力 斯哥多年 劝劝再次登场 欢迎回来 斯哥很久在这次饰演 劝劝的三口盛名先生 一边说着 现在已经变成9点30分发车了 这样的话 一边兴致勃勃地演绎了分身后的圈圈 因为是用嘴进行连锁解除的 所以发出了 g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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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ccha gaccha gaccha的声音 他说没有什么生存的含义 这样说啊 各位也懂 其实主要是因为gabu gachanko 就是拼切跟咬的一个女生词嘛 所以也合理也合理 连接解除的瞬间 全方以惊人的速度逃跑了 他是不是觉得这有点色死 不是有点吧 好吧 Beauty在捣鼓些什么呢 他像是戴着眼镜一样活动着头盔的面罩 Nanuhodo 是当时和现在的声优之间的联系啊 真是巧妙啊 差点就错过了 他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因为Beauty的皮套演员 高田匠师 他演过特辑二号 就是那个饰演仔 因为当时那个饰演仔经常摔跤 一个老是扶他那个眼睛 他名字忘了 所以只能叫他饰演仔 no offense no offense 特辑者特辑换成的时候啊 你们知道为什么变成了黄色跟绿色吗 其实有两层含义哈 笨笨者没有黄跟绿 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红绿灯 红黄绿 通过这样一个形式连上了交通嘛 接下来是洪野铭的饰演者哈 长冰胜 他在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分享了一下这次拍摄的一些内幕哈 其实在原定的剧本中 并没有自尊唇露面这一幕的 原因正如大家所想一样 自尊唇实在是太忙了 不过人尽力抽出两到三个小时 为变身后的戏份配音 但是东映和长冰胜 无论如何都希望能看到莱斗的露面 因此便抱着这样的强烈的想法去询问自尊唇 最后便在正式录音那天 以仅有的两到三个小时中 再抽出一点时间拍摄了这段客串画面 然后就是本周的那个交通安全小课堂 变成了铁路安全嘛 当时特辑者开播的初期 莱斗等人在铁路上游玩的画面 其实是引起了一些回响的 可能会觉得危险嘛 就担心那些小孩子们会模仿 所以呢之后都在这个画面的右上角加上了 不要在铁路上游玩的提示字眼 而本集呢 BBG将这个小插曲换成了铁路安全环节啊 久近两周 因为特辑者客串了 所以其实我也是重新回顾了一下 大结局还有归来篇 真的内幕的哈 不是开玩笑 是那种忍都忍不住的内幕啊 眼泪一直流啊 我要说说因为月地生的时候 反而更加容易跟节目跟角色共情了 很感叹嘛 你看十年的时光 首先莱斗还能够变成特辑者 就证明他没有丢失想象力啊 对 而且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 奔奔者门也看得到彩虹列车 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细节来的 因为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想象力 才能够看得到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设定啊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想象力 才能够看得到红野明 所以当时红野明看到就是两个大人 莫名其妙注意到自己 他惊了 他为什么惊了 是因为正常来说 大人是看不到他的 而且我是觉得 这集还有一个安排是很妙的 就是莱斗跟仙斗的一个互动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仙斗他是一个小孩子 红金未明 对 他的心智其实是很小的 所以我觉得 就他能够去跟一号那边去互动 而不是说让大爷去跟莱斗互动 这个地方设置的很棒 大爷这个心理理念太大了 不是说大爷有想象力跟莱斗互动 对 其实能看得到产红路线 这鸣都是有想象力 在座各位都看到那产红路线 所以各位都有想象力 我没看到啊 看不见 看不见 玄帆跟红野明那个地方的处理 我觉得超级棒 鸣的那个人设 其实也不会说跟你怎么说教 他只是说你也有一群很好的伙伴 就是点到为止 而且就刚刚好是因为这番话 还有就是这集的一个互动 全方在下一集 慢慢的就解开这个心结了 所以我估计下集也是挺感人的 奔奔哲应该算是我这么多年 追特色以来 内幕次数最多的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特别容易跟这部作品共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毛针的 为什么呢 你想想 那按理来说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 没有三十多啊 三十岁多的人 那应该已经丢失掉 Imagination的人了 为什么还是那么容易 被这些给小孩子看的节目感染呢 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物是人非啊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 小可不上集的话 还请正交转 那么下集不见不炸 拜拜